看看新闻吧 让我来好好的照顾 一张结婚照 配上一段简单感人的文字 童年情歌大叔古剧机 在即将迎来42岁生日之际 微博爆出 将迎娶携手爱情长跑 20年的贴身女助理陈英雪 而在这个环珠格格 播出16年之际 第三版的五二个 终于也修成正果了 我也知道我带给你 多大的伤害 我是怎么了 我一天到晚 忙着去保护别人 而让眼前的人遍体鳞伤 我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是旷世奇才 我了解了 但是你不要让我了解得太迟 这句话 着实应该是古剧机 心里面的某个独白 20年的坚持 在这个素食文化至上的时代 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而古剧机的女友陈英雪 却与她谱写了这样一段旷世爱情长跑 这是2009年古剧机获得 进歌金曲最佳男歌手时 声泪俱下 对着台下的女友陈英雪的深情告白 而其中的五位杂尔 大概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其中争议 工作的目的是因为要赚钱娶老婆的吧 工作的目的是 我是工作上有一些梦想 所以我是为梦想而努力的 这一努力就努力了20年 而这20年的努力也全和女友的协助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古剧机也绝对不会亏待女友 据说古剧机新成立的公司 陈英雪却有的股份 要远远超过古剧机自己 而对于结婚一事 看着结婚照的架势 也不会亏待女方 而对于造人计划 其实在之前古剧机就已经表示过 会尽快提上日程 不管怎样 都已经40出头的两人 也真的得加紧脚步了 快点给这段矿石爱情长跑 画上一个圆满而有温馨的句号 其实说到还珠格格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就不得不提前两版当中 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了 这每年暑期档都会见到的女主角 在8090后的人们心中 着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胡燕 哀鸣 夜夜飞 胡儿眼泪 双双落 听说玉门还被遮 应该杀她一大车 一部环珠格格 彻底打开了赵薇的演艺之路 而在这之后 赵薇一路演着 大大小小的各种角色 偏约也不少 但除了情深深 雨萌萌这样的穷妖剧之外 能让人记住的 真的为数不多了 这也给她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于是便选择了 暂时淡出迎品 也就在这时 她遇到了生命中那个 与她一同续血穷妖剧的人 黄有龙 富商黄有龙给赵薇带来的 不仅是浪漫的爱情 稳定的家庭 更让她重新在事业上 有了新的方向 赵薇开始指导自己的电影 随后又通过老公的关系 开始从商 而家庭生活 更是过得有滋有味 家庭还是 就是家庭吧 就像父母的家庭一样 给你带来温暖和安全 那自己如果有的话 她也是同样的感觉 所以我还能够 把事情做得很好 我还能够继续去演戏 做导演 就是因为 其实就是变成又一个 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家庭这样 而女儿小四月 也是赵薇幸福生活中 最大的快乐来源 这从赵薇的微博中 就不难看出 常常歧视我 那老公能震得住她吗 更正 那你们家谁能震得住孩子呀 她是怎么歧视你们 我就战山为王了 当然不是每一任小燕子 都像赵薇这样 能成功续写琼尿式的爱情 说到黄毅 除了与赵薇一样 同样饰演过小燕子以外 其实两人曾经也爱上过同一个人 2005年 黄毅介入赵薇与当时男友 汪宇之间的感情 随后又分手 介入霍思燕与相恋 五年男友之间 同样追求嫁给富商 但最后的结局却天差地别 一个幸福美满 另一个则是两次卷入婚姻危机 而黄毅在这两次如狗血剧情一般的婚姻危机当中 让我们看到了当年火爆性格的小燕子 和另一位紫薇的扮演者马依丽 虽然经历了狗血的文章出北事件 但沿袭了紫薇隐忍大度性格的她 用大智慧 用一句且行且珍惜 平息了这场危机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当年《环珠格格》里的这些主演们 现实生活中 也是各自上演着不同的剧情 虽然苏友鹏与林心如这两人 都还没有找到一起续写剧集的人 但不管怎样 不能否认 这拨人给8090后的成长道路 带来了许多回忆 无论好坏 都要感谢经历 优优独播剧集团